Hello,大家好,我是小帅团队的小颜 今天呢,接着和大家来聊我们的多肉 今天说的是呢,咱冬季掩护多肉的一些小细节 因为呢,最近是一直给大家强调咱这个肉肉的越冬问题啊 那如果是咱这个温度特别低的地方 现在的话呢,有很多地方这个温度甚至已经在这个零下二三十度了 那这些地方的肉友们呢,我希望大家能够管管自己的时候 先忍着,就不建议大家再购买了 因为你即便买了,在运输过程中呢,也很容易出现这个冻伤 对于能养护的地区呢,收到肉肉之后在栽种时 或者说栽种之后呢,也要注重一些养护方面的小技巧 咱平时收到肉肉之后呢,基本上都是这个修根上盆是吧 那在冬天的时候呢,不建议大家修根了 最好是直接将咱这个肉肉啊,带着一点原土上盆 这样呢,根系啊不会受损,浮盆呢也会快一些 桌上之后,放在有阳光的地方 呃,这里注意一点,咱是先要散光 然后一周之后呢,再慢慢的转到这个 呃,比较温暖的地方,可以直接给它暴露在光照之下 在桌上呢,一定要注意保暖 一般是在这个20度左右吧 这个温度呢,和春秋季节也没差 虽说,嗯,包括这个光照了,还有胶水呢 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就可以 但重 但有一点要说的是呢,一定要记得偶尔通风 给开窗通风啊 因为咱这个冬季的话呢 像我们北方地区大部分都是这个室内养护的 为了保持这个温度呢,所以说密封性比较好 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定期的给咱那个肉肉开窗通风啊 最重要的一点啊,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 嗯,严格控水 干透焦透 而且呢,量不要太多 保持咱这个盆土上面有点潮湿就行啊 浮盆期呢,多肉可能属于这个半休眠的一个状态 一定不要多折腾它 给它,就是管住自己的手吧 嗯,不要总想着去浇水啊,施肥啊,一盆啊 或者修 修理这些东西就先不要折腾它了 就也不要 在冬天的时候呢,也不要对它有过多的要求 要求它啊,长得要有多快呀 状态也要有多美 嗯 咱只要现在来说呢,活着就好啊 保持它一定的状态 让它顺利过冬 等来年,这个温度回升的时候呢 再让它慢慢的出状态就可以了 那今天呢,就是主要和大家说了一下 咱在冬季养护多肉的时候一些小细节 希望大家呢,也能够注意一下 好了,我是小妍 本期呢,先和大家说到这里 咱们下期接着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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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